來進步因件事規定 建政府超過10站樓 這規定必須外設計可以提供 緊急救人用的行鋼機 台湾市蕭鳳郊第一救載救護大隊 所以先來基盤大樓緊急行鋼機的救救園園 要請手上來講解 和每一個蕭鳳人員 都知道緊急行鋼機正確的使用方法 我們現在要開始做一二次消防的動作 然後一次消防通常都在左邊 右邊是二次消 然後上面都會有寫一二次消防 所以也是要看一下主要是哪一個 然後鑰匙插進去 然後打開 現在就是一次消防 外面一樣是隔離的 電梯是叫不到的 然後看我們現在要去哪一層樓 然後我們就按著你要去的樓層 按到底 然後門關起來之後 電梯動了就可以放開了 緊急行鋼機的政策 有專門提供消風鈴員 使用的特殊設計 參加是緊急救護總體 只要隔離 不管是電梯在幾樓 一直馬上回來到一樓 還有一次消防的設計 可以讓電梯完全誘導 車輸的消風鈴員來控制 以及二次消防的設計 讓電梯問 還沒關起來就可以來申請 減助灰災救救護車最保護的時間 消防搶救必要設備 就是消防要救灰災 我們來使用這些設備 平常我們都會針對 專用細缺詞連接送水管來做檢查 但是緊急是這樣的 因為這是在警局法 不是消防法 所以我們平常都沒有辦法來檢查 今天利用這個 這個中治市家的緊急相機來做圓圓 就是說不可以這個大樓發行火燒 我們可以使用緊急相機 用這些搶救的設備 搭乘緊急相機進入 這個火場的下兩層 譬如這個我們發生在15樓 我們可以搭乘在13樓 這樣我們就節省爬這13樓的 這個體力的浪費 這樣讓我們搶救能夠來 比較能夠順利來進行 另外面積比較看的大樓 也要設置消防專用的蓄水池 萬一發生灰災 可以提供給消防車經過 再加幫浦來供水打火 第一 救災救給大樓 辦理大樓消防設備的操作懸念 無敵就是為了要補到設備 正常可以輸用 這樣才可以折捉到救災 用緊時間 所以頂村人大隊長也讓他顧大樓 一定要定期車手上來減收 便車來維吼 這可以輸造到消防東林 在救災的時候 補到機面的生命再上安全 不然在全部�前行 幸運無道 curved 床下皮 下購 bes偵以內 下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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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